好這條是Addational的影片 去講一下怎樣加門靶 我先把天花板放進去 看看我們的門 門對上如果有群組的話 你可能要開個群組 開啟了 這是我們的門 我先放棄 在這裡放Edit Poly 看看你的門想要什麼款式 門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花款 例如我給一個Connect 選Polygon 選這個面子 然後做Bevo 然後再做一次 我按了F4看清楚一點 你會看到做了一個門的樣子 然後再做一個門靶 就好了 這個門靶 例如我想要圓形的這款 我選擇線條工具 就在這裡 有怎料 我現在是 沒錯 0 我剪輯了X的數字,讓它們躲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我就叫它轉 應該要再撿,很肥的門牌 我們回到底層,按這個 我們可以撿到中間的點 然後再撿到中間的點 然後再撿一個錄像 這次我們不用穿了 看看它有多圓 這個數字你多一點就圓 不過相對地就要用你多一點Polygon Cam 再放上這個位置 先放大一點 你會看到我做了一個門把 做好整道門之後呢 先把其他東西放在其他地方 你可以把這堆關事的東西 組成了 組成完整的門 連同門把 你就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放在哪裏? 我先把它複製放在其他地方 因為我們的門 應該是每一道門的闊度都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做一次就可以了 另外留意一下有些門是左開的 有些門是右開的 這道門其實都可以翻用的 我... 嗯... 將一些group 重新再group 好 那我重新再group group好一點 那我就是門 門的這一塊 他們是同一組的 另外我們的門是同一組的 另外我們的門是同一組的 那我選擇這堆東西 就幫它group一次 第二組呢 就是這個大型group 連同我們的門框 對啦 再連同我們門框上面的這些 軸位 那我就再group第二次 那你group了出來的門 你就可以重新再group 我自己會用instance 那你把它放回適當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用旋轉工具轉動它 那也是自己對提 放回這些位置 不過留意一下 有些門呢 有些門是左開 有些門是右開的 那現在這個就是這邊開過這邊 那如果你反轉它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MIRROR 選了它 Open 選擇我入面的門 MIRROR 它就會幫我鏡像 鏡像了 鏡像了 你就可以反方向離開的 即是門把會換到另一邊 那所以自己可以試試做 門把去decorate 你的地方